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数位逻辑实习的学习课程 我是宗航权老师 接下来课程我们将带大家来完成非同步上属技术器它的实验 在这个非同步上属技术器的电路实验里 我们将第一个以JK正反器来完成非同步上属0到7的电路 第二个就是用JK正反器来完成非同步上属0到5的电路 然后最后一个我们要学会怎么来设定模拟讯号跟观察模拟的输出结果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来这个课程吧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在Quartus里面来实验的非同步上属0到7的电路 首先我们要叫出三个JK正反器 那么这三个JK正反器的Preset角跟Clear角 我们通通都要把它接到1去 所以我们叫了一个VCC进来 然后把这个Preset角跟Clear角全部都把它接上去 然后因为我们要让它是除2的电路 所以我也是把J跟K也要接到1去 所以这三个的J跟K我们也一样把它接到VCC来 接下来我们会有三个输出 那么这个JK三个输出 我们叫三个输出的Output Port进来 然后把它命名为C B还有A 接下来我们还要叫一个Input Port进来 然后把这个Input Port的名称命名为CK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两个反杂 那这个反杂是第一个的输出要接反杂 然后来当做第二个JK正反器的Clark输入端 然后第二个JK正反器它的输出 也要接这一个反杂 来当下一个JK正反器它的输入端 那么这个非同步上数0到7的电路 我们就绘画完毕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模拟的阶段 在模拟的阶段 我们要把这个CK较进来 还有这个CBA较进来 然后在这个CK来输入一个震荡频率 然后看看我们输出端的输出是如何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我们的模拟阶段 在模拟阶段一开始 我们要把我们的CK A B C 这三个Port把它较进来 这些Port较进来之后 因为它的排列顺序不一定会是我们要的 我们通常会把最高位元摆在最上面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拖一的方式把这个C拖上去 然后把这个A把它拖下来 让它排列的顺序变成是CBA这个顺序 接下来我们要设定clock让它变成是0 1 0 1 相当于我们的计时磨充进来 那么如果一开始它是全部都是0的时候 我们可以按这个C这一个 然后告诉它说我们要从0开始来计数 然后按确定 这时候它就会帮我们这样0 1 0 1产生出来了 设定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模拟 那当然我们要先把它存档起来 存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按这个模拟键来看看结果是怎样 好它告诉我们已经成功了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模拟的结果 首先一开始CBA在这里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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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一个clock前缘来的时候 它就变成0 0 1 第二个来的时候它就变成0 1 0 第三个来的时候它变成0 1 1 第四个来的时候它变成1 0 0 第五个来的时候变成1 0 1 第六个来的时候它变成1 1 0 第七个来的时候它变成1 1 1 然后第八个来的时候它又回到0 0 0 也就是说它会从0一直数到7 然后又回到0 那么有时候这个0 1的变化在这里看 很不容易看得懂 那么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把这CBA把它群组起来 所以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波形图这边 来做一些设定 设定的方法就是把C和B和A把它选起来 我可以按住C然后按住Shift键 把这三个选起来 然后呢我再按右键 然后呢我们来选择Grouping 然后Group 然后它会希望我们帮这三个组合起来的组合 为员把它取一个名称 我们来取成Q 中国号2 中国号 然后我们按OK 这时候它就群组起来了 重新设定完毕之后 我们当然还是要先存档起来 那存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再重新来模拟一次 好模拟成功了 那这时候我们进来看 那么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 当我的Clack来的时候它从零 然后会变成一 然后下一个Clack来的时候就会变成二 下一个Clack来的时候它就变成三 然后变成四 然后变成五 然后变成六 变成七 最后又回到零 这一个状态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们把它群组起来之后 它的可图性就会变得相对提高许多 所以大家可以善用群组的这一个功能 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加这个地方 把它点下去 然后它就会打开来 那么我们一样可以看到这三个位元 它的波形图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们按住可能Troll键 然后用滑鼠滚轮来滚 就可以把这个波形放大 那它不断的放大 不断的放大 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我的Clack来的时候 事实上它这里是会先乱跳的 它会从原来的三变成二变成零 然后最后才跳到应该有的数字四 这个地方来 那么它的这个数字的变化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在Clack来的时候 这种非同步它会有一个过渡的状态 这个过渡状态呢 它在那里乱跳 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非同步技术器它的缺点 它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才会稳定的跑到我们所要去的数字 所以以后在设计电路的时候 如果你的电路不允许这种现象存在的话 那你就不能用非同步的方式来设计 而要改用我们以后会再交到的同步的电路来设计 接下来我们建设另外一个新的专案 那这个专案呢是要计数0到5的 那它的电路呢跟前面一个0到7几乎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提到过 我们要计数0到5 那么6就要把它reset掉 所以呢我们多叫了一个land杂进来 那这个land杂呢 两只脚 第一只脚 我把它接到我们的c的这个输出 第二只脚 我们把它接到b的这个输出 也就是说 当我的c和b都是1的时候 那么它这里会产生0 那这个0呢 就来把这一个三个的clear脚 接在一起之后 把这三个给clear掉 所以在这个电路里面呢 这个clear脚是会用到的 所以呢我们不会再把它接到vcc 而是要接到这里来 当我数到6的时候 就把它clear变成0 这个专案建立好 图位化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入模拟的阶段 进入模拟阶段之后 我们一样把ck叫进来 然后cba也把它叫进来 并且把它群组化 然后呢我们再把ck 让它能够产生0,1,0,1,0,1 这样的变化 这在前面已经学过了 为了不影响时间 我们就不再一一来交起 那么设定好之后呢 我们就一样把它存档起来 然后就可以开始来模拟 看看我们得到的结果是如何 好很快的它就模拟完毕了 我们按确定 确定进来之后 我们看到它这个图是拉得很开的 那我们一样按住Ctrl键 然后用滑鼠的滚能去滚 就可以把它缩小来看 那么我们这时候就可以来看到 当我的clock进来的时候 它从0变成1 下一个会变成2 下一个会变成3 下一个会变成4 下一个会变成5 那到5之后 因为它会被reset掉 所以它会变成0 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0 即数到5的上属即数器电路 但是它也是非同步的 一样我们可以把波形放大来看 按住Ctrl键 然后用滑鼠滚轮来滚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当它是5的时候 它中间也是一样会有个过渡的状态 也就是说B和C都在那里乱跳 然后最后出现6的时候 它又把它reset成0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同步上属技术器的缺点 它没办法一下子就跳到我们的下一个状态 会有过渡态的产生 经过这一小节的学习 同学应该学会如何设计 非同步的上属技术器 可以设计它从0数到任意数字 同学一定要把它学会 并且要设计得非常的熟练 经由上述的学习 同学应该学会这几项东西 第一个就是正确设计 然后绘制非同步上属0到7的电路 第二个是正确设计 绘制非同步上属0到5的电路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要能够设定我们的模拟 然后观察模拟结果 然后看看过滞状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同学你都学会了吗 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 记得回去看头影片哦 我们下期再见